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到现在 各界是不断捐赠防疫物资给花连县 那么今天就有新竹乐立福伦社 以及新竹市天忆福伦社 两个福伦社来共同捐赠了 吉南救助金5万元 以及各项的防疫物资 县长许正位代表受证 并且颁发感谢状 表彰各界和县政府 共同对抗疫情的肯定 新竹市乐立福伦社 以及新竹市天忆福伦社 共同捐赠吉南救助金5万元 以及各项防疫物资 县长许正位代表受证 并且颁发感谢状 表彰各界与县政府 共同对疫情的肯定 县长许正位表示 三线警戒已经超过两个月了 有关于乡亲因疫情生活陷入困难 欢迎政府从7月2号推出 防疫暖心食堂 让花连陷入困顿的乡亲 能够暂时温饱 而疫情影响国际所有产业经济 以及民众的生活步调 台湾也无法缴于信念 有赖与医护人员协助 四打疫苗之下 全台区的人数才有降低 此外防疫资源消耗相当的快速 也影响到许多乡亲人的收入 以及生活 但人间依旧有勇情 感谢花连许多企业 以及社团慷慨解囊 捐款捐赠防疫 以及生活物资等善举 对于我们很多的小吃面店 其实也不无小负 因为我们的兑换券 我们的兑换是 只要我们的这个店家 他愿意接受我们的 暖心食堂的兑换券 他就可以加入我们暖心食堂 所以在整个将近快 快20天的里面 其实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说 是在这一段的疫情当中 支出是比较大的 所以那时候婉婷姐 她说要接证物资 以及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 来协助的时候 那中卫也说 其实我们物资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现在 在普遍在打我们的疫苗 医疗院所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要谢谢婉婷姐 那另外婉婷姐 也和赵创社 也慷慨解囊 对于我们社会救助的部分 也给我们一些支持 那所以再一次谢谢我们 这个我们的天力 普人社 天意普人社 还有我们的乐立理普人社 感谢 长年以来 知道普人社都是在做 这个不断的让爱的转动 不断的让我们的这个 很多的地方都 感觉上有人拉他一把 有人带他一把 我相信在人生最辛苦的时候 我们普人社的温暖 我们倍加的温馨 欢迎十九号预览您确诊 现在许中有呼吁 乡亲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应新冠病毒不断的变种 大家除了学习 预防病毒侵入之外 时时时刻更落实 就要通风环境情消毒 避免群聚降低燃溢的风险 记得请不吝 吃饭了